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在民国在2005年受证的 同时受证完后就回台北慈激医院上班了 今天很高兴可以有这个姻缘跟大家分享姻缘的秘密 其实当时徐文龙师兄找上我的时候 我还有点纳闷一下说 我一生都很平凡 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为什么会碰上这个徐文龙师兄 是因为我们徐副院长有一天就跟我讲说 最近最近我楼上有一个个案 是一个大菩萨的妈妈住院 请我过去关怀 我想这关怀没问题啊 那我就上去关怀 一到病房一看 原来就是我们文龙师兄这样子 其实真的是平常你在做什么事情 都是你有做好的事情 一定会留下给人家好的记忆 我只印象中那时候是 徐副不断地重申说 这个是个大菩萨 这个是一个很发心的菩萨 这个是什么 就讲了一些好的事情这样子 我想这么大上人 我一定要上去看一下他 不管他是好的坏的 我一定都要上去看 所以也因为跟文龙师兄这样碰面 才接下今天的这样的姻缘 那我想人生当中 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 一些不可思议的姻缘 那不管怎样 或许当下有些情绪会出来 或许有些情绪 那这种姻缘不是你所能够预期的 但不管怎样 我想我们都是用欢喜心来面对这些的一些 种种的一些遭遇 那毕竟我是学护理 学社工 又学犯罪 那所以我套上一句我们心理学所讲的 那个Frank所讲的 任何情境都运有它存在的意义 所以当我在遇到困境的时候 我都不断告诉自己 这就是老天要给我的意义存在 那不管这个困境是怎么样 我想就是不要放弃真正的自己 我们内在的自己这样子 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下说 我的过去是怎么样子的 爱的抱抱专题第三集 看到的是一位社工师的故事 台北慈基医院社工师林资金 小时候遭到家暴 父亲喝醉酒以后就会打人 甚至拿刀威胁 长期活在阴影当中 后来当社工受证慈基委员 结婚当妈妈以后 慢慢原谅父亲与父亲和解 而自己社工的业务之一 就是处理家暴事件 过去的伤痛 现在变成他助人的力量 更能够用同理心安抚受害者 我的爸爸就很像我在处理的个案一样 不喝酒真的就是像小猫一只 很乖 喝了酒就像老虎 有了婚姻之后 朋友的介绍让他到舞厅去上班 久而久之应酬啦 喝酒就这样诚信了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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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半天 拖鞋咧 小半天都没有出来 拖鞋咧 走了吗 拖鞋咧 你是怎样啦 喝醉才知道要回家哟 爸爸一喝完酒 然后就会把我们挖起来 但是听她的唠叨 听她的碎念 要我们做什么都要配合 你这叫女儿的啊 阿姬就只知道抱着她 是要干什么 好 我教训小孩你在这边干什么 你这女人 妈妈不要 我妈常跟她们讲说 如果她当时不离开 她真的有 真的是早晚会被我爸爸给打死的 两岁的时候 妈妈就被爸爸给打跑了 我现在妈妈是爱爸爸的 她也放不下我们 我跟姐姐这样子 所以她单单去去就是 有可能爸爸去求情或是什么等等之类的 她又回来了 这个同父异母弟弟是 爸爸在酒厅认识的算是舞女 爸爸很爱她 我想爸爸在那边应该是有找到自己的真爱 然后可能被家庭给绊住了 所以她回来一定会对我妈妈有很多的怨对 我弟弟是车祸往生 弟弟往生之后 爸爸还是又喝酒 半夜把我叫起来 那叫起来我就 我那时候也大了十八岁 那我就吼她 她就是就要打我这样子 那妈妈她一天要这消息 她就立刻从外婆家赶到我所住的地方 我就知道你又在喝酒 那你是回来干什么 奇怪了 每天就只会喝酒 昨天的事都忘光光了是不是 啊 女儿我自己都舍不得打了 你吓得了手啊 女儿是我生的 我吓得她生死 爸爸要打我的那时候 姐姐立刻抱住我 你这是笨的啊 姐姐立刻呼住我 然后不让爸爸打 那爸爸觉得他寄不过 他竟然就冲到厨房 就拿到要是好 他就跟我妈说 说我们造反了 那就要杀我这样子 我就赶快 拉着姐姐往外冲 拉着我姐姐我妈妈 我们三个就往外冲一直跑 那个恨啊 那个记忆啊 不知所措的感觉 其实会把当事者弄得很乱 所以通常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没有像一般的 没有遭受暴力 或者是比较平安健康长大的小孩 那么样的健全 他们成年以后 有一些人功能比较好 他可能工作不错 那他长得也不错 他有很好的后来的际遇 这个部分就逐渐被爱给消融了 原生家庭没有温暖 但是我其他的朋友 友人都是我的贵人 阿拉斯建议你 继续给你们看 她的贵极啊 跟她关系比较好 跟她关系比较好 我觉得就是 拉着我 说要不要去看一下老爸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那种 真的心中愿意去放下对他的怨对 直到他快往生的那一刹那 我才全然放下 当你受伤内在很多愤怒 你不可能马上宽恕 可是当你做不到宽恕 做不到原谅的时候 内在有个善良的你会攻击自己 所以你受伤的情绪要先要处理 现在要出来以后 然后慢慢的宽恕跟理解 那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看一下这个影片 我心中还是会不断的有酸痛一阵子 不过我还是很感恩 大一电视台的制作人找到我 那跟我也就这样子的 互动当中知道我的过去 然后就再摘下了这个影片 那其实我也我想透过这个影片 再一次再去看到自己 那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影片 就很像是我们平常在剥洋葱切洋葱 那种每切一次那洋葱就会不自觉 那眼泪就会不自觉的流下来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心理学所讲的叙事疗法 就是你去面对它 你去看它 你让你自己的情绪出来 我想这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那因为自己有过这个大爱台上 被拍摄的经验 所以有些时候我都会跟我的个案说 如果你的故事你是很棒的一个个案 可以的话也让我们大爱电视台来拍摄 这样的透过这影片你是变成一个一个说法者 透过你的故事去去影响到他人这样子 好那因为刚刚看了那影片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说 我从小我从我印象中是我两岁 我的妈妈就断断续续离开离开家了 那我似乎就是在一个没有 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时在的那个家庭环境是怎么样子 我不知道不知道两者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 所以完整的家庭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是直到自己结了婚才开始去学习 如何做一个妈妈如何做一个太太 如何做一个媳妇这样子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很不可思议 我是到五岁 我听我妈妈说 我是到五岁才愿意开口说话 我在五岁之前 他们问我什么 我完全都不说话的 我顶多就是用笔的嗯嗯嗯这样子用笔的方式 我觉得这也应该是套句话 就是目睹家暴的孩子隐形的一个伤害在里面 所以我到五岁才愿意去开口说话 这样子那很难想象五岁才会开口说话 我现在的工作却是不断的要用嘴巴说话 这样子很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这样子 人生的距离这有不可思议的地方 那其实就像我在PPT上面所写的 离婚对大人来讲是一个情感的终点 但是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是一个开始不确定的一个开始 我印象中就是当时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 离婚率只有我上网去查 我差不多只有0.27% 就是还蛮低的 彼此就是那种夫妻打啦骂啦 但还是一样都还是住在一起 彼此隐忍这样子没有离婚 跟现在离婚率是差很多了 现在真的是年轻人不合就立刻去 护证事务所前一前就离开了 就不一样 所以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相对的就显得很自卑 也不太敢去跟人家互动这样子 那所以就像我说的 我内在心里内在小孩子是很敏感 我很怕人家说话 那我也很怕就是 因为爸爸是并不是说妈妈离开开始喝 妈妈在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喝酒这样子 那你也知道是喝了酒的个案 或是喝了酒的家人 今天喝了明天一定是睡到中午 或是甚至睡到下午根本就工作不固定 所以以前我们常常面临就是 爸爸收入不固定 那我没有办法缴房租 那常常会变成房东来吹讨房子这样子 所以小时候我也不断一直在搬家 一直在搬家 那依然这样搬家 所以变成我小时候的童年 小时候的朋友几乎是都失联了 那还好是现在有FB 所以我们透过FB 透过这个网络 彼此小学的情谊又在年纪上了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是一直很害怕说 妈妈很深刻的体会到说 妈妈不要我了 妈妈带着姐姐离开了 那只剩下我 那还有我同父育母的弟弟 那讲到这个同父育母的弟弟 我觉得那时候自己相当不懂事 我觉得就是你啦 就是你 就是你的妈妈 就是你的妈妈 迫害了我的家庭 那所以因为你的存在 所以才导致我的妈妈离开 所以我印象中小时候 对弟弟是非常非常 非常的一个口出恶言 那不懂吗 也没有人这样教我 那因为爸爸还是成天都在外面 那我是阿公阿嬤带大的 那可能阿嬤在带孩子也是很累吧 那可能弟弟也比较皮 所以我骂什么 阿嬤也都没有来制止我 所以我觉得 现在自己仔细再回溯起来 我觉得是对弟弟那种口出恶言 骂着他 他也无力反驳 因为他也知道说 他就是事实 他就是老三生的小孩 他也是事实 所以他也无力反驳 他现在自己仔细再回想起来 我觉得 这样对弟弟真的是最大的遗憾 没有好好去对他说东西 好 我想 原生家庭是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巨大 这样子 那 我就说嘛 就是因为我觉得小时候 没有得到完完整整的一个父亲的爱 母亲的爱 没有得到一个完完整整的 所以我觉得那种 长到我自己心中 有些时候就会有一种失落的孩子出来了 那 所以 我想 也因为这样 偶尔小孩子出来 就会自己会闹脾气 所以我还是很感恩我们家的石修 尼明君 他永远都是在包容我这样子 好 也因为这样原生家庭的状况 那 我是说嘛 就变得很敏感 好 那 其实我在小学 在国中的成绩都算是不错的 都是属于升学班 好 那 也 也因为 也可以类似那种自由 类似 好 那 因为国中阶段 不小心听到一句 你要太敏感的人 人家讲什么 有时候 说者无欲 听者挂在心上 好 我印象中 其实 这是我的老师 老师无意中讲了一句说 你也不想想看自己的家庭 我想这简直是戳到我的心里了 我的家庭 这不是我选择的 这就是我这样遇到的 哇 老师那句话 人毛了我 人毛了我 所以 很难想象 现在的我这个样子 跟国中阶段的我 国中阶段的我 就因为老师这句话 我就 国中 知道老师骑到哪一台脚踏车 我就去突破他的脚踏车轮胎 然后 甚至就是 其他班的同学 讲了我们班的什么样 我立刻就冲过去打他 所以在那小 国中阶段 我真的很难想象 我现在的样子 跟国中的情形 还有国中自己 还偷偷去 嚼檳榔 你看我爸爸在吃檳榔 想要知道 檳榔的口味是怎么样 所以就 就很难想象了 我觉得就是 就是好吧 你既然说我的家庭是这样子 我就做给你看 我就做给你看 所以国中阶段就 就尤其是在 要考 联考那时候 我简直是叛逆到极点 管不了 我的阿嬷只知道说 你现在有回来睡就好了 有吃饭 饭放在那里有吃就好了 他也不会去管说 我们在早上 现在是你病什么样 完全都不知道这样子 所以 你看我就从一个升学班 本来 学校预估我是 那种 志愿一 志愿二 在台北应该算是 北一女 或是中山女 在我们台中是 台中女中等等之类的 我就从那个 整个完全失利下来 我印象中 我从第一第二的志愿 调到第六志愿 好 那第六志愿 刚好又是私利的 是台中的历人高中 是私利的 一个 一个 房租都缴不出来 学费有时候缴不出来的孩子 怎么有可能去读私利呢 所以 我记得高中 领考失误之后呢 就只能就是 去读五专 好 那五专之后 我是选择的铺专 好 那就想说好吧 既然读护专 就是学的一技之长 未来可以 可以就是 有谋生能力这样子 好 那在这个国中阶段的时候 后来我读了护专 在专科三年的时候 那个阶段 我还是都持续是跟爸爸住的 我爸爸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 妈妈选择带走姐姐 那其实我在那个阶段 还是对于这个点很在意 我就说 啊 平平都是你的女孩 为什么你不带我 或者是两个一起带这样子 可是在过去的一个名法 妈妈是告诉我说 阿鲁 阿鲁 可以带我一个女孩 他说他自己也傻 早知道他应该两个都带走这样子 那 但 但 anyway就是 他只带走我姐姐 就留下我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更生气 更气这样子 那 我就是剩下家里 我爸爸 还有奶奶 还有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那刚刚就像刚刚大家影片所看到的 以前小时候是 半夜被叫起来 有弟弟在 还有人陪伴着我 那现在后来就是 在76年9月的时候 我的弟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体育选手 他在那一年76年那时候 他代表他们学校参加台中的试运 不只老师说 连报道上面也说 弟弟的试运完全都破了记录了 当时甚至有日本的 日本的体育学 体育专家 也听说要签约把弟弟签到日本去栽培 这样子 然而就是 人生就是这么无常 在闭幕 在试运闭幕的前半小时 因为他们同梯的一个同学 就有感冒的症状 那有感冒症状 那我觉得那种像我们这种单亲家庭的孩子 不重视家庭 非常重视朋友 我想不知道说 大家在陪伴个案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成绩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跟我弟弟都非常重视朋友 所以我弟弟那时候就想说 你发生 那我就带你去看医生 两个 我18岁 弟弟16岁 好那弟弟也就就就只想要带他去就医嘛 就无照驾驶 就骑车带着他去就医这样子 那年轻人嘛 没有骑过摩托车 有之前偷偷骑 那现在终于有一台摩托车自己掌握在手上 他觉得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所以他就把他朋友送到他的家庭医学那个诊所之后呢 他自己就骑着摩托车在乡间里面闹绕绕 那那就就不小心这样被撞了 那一撞就就倒地了 就就也救不起来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个离开这样子 所以在我的 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 有面临那种家人意外的死亡的经历 那也因为弟弟的这样的一个离开 我想说爸爸是非常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爸爸 那他应该会觉醒说自己的儿子离开了 他不应该再酗酒这样子 就要戒酒的人真的很难戒 真的很难戒 但我想因为弟弟这样的案件 没有让我爸爸醒来 我爸爸还是依然如故 还是就是喝酒这样子 那喝了酒以前有弟弟陪着我 但现在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 我一个人必须面对爸爸 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子 印象中爸爸就是半夜喝醉酒把我挖起来 就是请我拜拜 拜什么呢 拜祖先拜神明 对外面天空拜 那拜的原因是说 他希望说这样拜祈求发财 祈求什么的之类的 所以 爸爸半夜又把我叫起来 我当然就很火大 我想说 我们自己都已经是丧失的一个亲人了 你最爱的小孩都离开了 为什么你还不觉醒呢 所以那时候就像刚刚影片所讲的 我立刻就骂他了 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这么大的勇气 我就骂他 我就吼他 他大概从来没有看过我吼他 因为以前我都是那种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就配合这样子 他从来没有看过说 自己的女儿叛逆了 自己的女儿竟然敢大声吼他 所以他整个眼睛瞪大 要打我这样子 那当然当下那天 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没钱租房子 所以我们只好举家搬过去 跟我的伯父同住 那还好那时候有伯母 半夜且伯母有出来制止爸爸这样子 制止爸爸不要打我这样子 那因为自己受得很委屈 就是说怎么整个弟弟走了 爸爸还是这么执迷不悟 很委屈 所以影片上就讲 我就隔天早上打了电话给妈妈 然后跟妈妈说爸爸这些情况 所以妈妈才会气冲冲的从外婆家跑到 我阿伯家这边 然后第一个看到我的时候就先看一下说 我被打等等之类的 真的很像平常我在这件事处理个案的一个状况 然后看看我的一个情形 然后妈妈声音嗓门非常大 所以就激怒了爸爸 那爸爸就是一气之下就冲去厨房 就当然他第一个也是就是要打我们这样子 那我印象中他当时要打我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好的姐姐 他就立刻抱着我 就让我替我就是让我爸爸这样打 那爸爸觉得说要打的我 打的是我不是打我姐姐 他更生气 所以才冲到厨房去拿菜刀要杀我们 所以看到爸爸拿菜刀 我跟姐姐和妈妈我们就冲出来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追这样子 他追我们我们一直跑这样子 也真的是刚刚好那个时候 遇到我的一个国小同学 然后看到我们这很惊妄在跑的时候 他立刻把我们叫上去说 你你你你躲到我们家来 所以我们三个母女就这样躲到 躲到那个同学家 逃过了这一劫这样子 那也因为这样的事情 其实拿刀杀我那事件之后呢 爸爸就稍微脾气不要改回来了 我那时候我是还没有搬离我爸 还没有还是继续跟我爸爸同住 因为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 我的监护权是判给爸爸 姐姐的监护权是判给妈妈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隐忍下来 还是继续要跟爸爸同住 那是同住之后 我想那种 爸爸经过那件要拿刀杀我们警察过来 他稍微行为修炼了一下之后 可没多久还是又继续喝酒了 还是又喝酒 好那这次半夜有把我叫起来 但叫起来我已经忘了 那时候叫起来是要怎样 我不知道我忘了 那我那次我也乖了 我也不敢再像那次这样子大吼大叫 这样子我就乖了 那我只记得当天看到爸爸去睡觉 我也很佩服当下自己 自己就立刻拿了专科要读的书 还有我的制服 身无分文 然后就在外面拿了一台镜车 就这样子 自己也没有以前也不会去记说 外婆家的住址不会去记 那就这样子跟司机说 我给你说怎么走你就怎么走 这样子就请这个司机载我去外婆家 这样子 那从此我就这样子断了跟爸爸的一个姻缘 我也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说 不可能 这个人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所以我就这样子过去跟妈妈同住 这样子 那我印象中就是因为爸爸喝酒 常常会跌倒住院等等之类的 姑姑们都会打电话来跟我讲说 你爸爸又住院 你要出面处理等等之类的 我那时候是暴定主义 就是等到他死我再来处理 当时心里就是这样子 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就想说等到他死我再处理等等之类的 那后来呢 因为我以前是护理人员 那觉得当护士的时候是真的相当辛苦 那也自己也小时候也经历到说 那种贫穷 贫穷的滋味是怎么样 那在医院我也看到就是有个案 在以前还没有健保时代 有个案因为家里穷到没有办法去洗肾 所以就这样子 爸爸硬把他的孩子带出去 那我也在 在我的 我以前是在农种医院上班 在农种那边看到社工人员的介入 社工的介入怎么协助这个家庭 所以我就 当时就一然而然就想说 我不想再做护士了 我要做社工 我要转职 我那时候为了这个也引起家庭革命 妈妈觉得说 你一个好好的公务人员 你为什么不待 你确实要去 要再再换这样子 但我只想说 我不想帮助人家 我不想就是 我看到因为贫穷不能就医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意外 没有工作收入的家庭的一个困境 我看到这个 我自己曾经也走过这样子 所以我就一然而然离开护理界 然后转社工 那在民国86年我就转成医务社工了 所以从86年做医务社工作到现在 那在86年那一年 也刚好 因为我 我就可以逃离家里 我就尽量逃离 所以我跑到最北的 最北的地方去工作 是到基隆长庚 那当时我为什么会跑到基隆长庚 其实实际上我当时毕业的时候 我是跟妈妈说 我想要到花莲慈祭医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告诉她 我想要到花莲 我想要到慈祭 但妈妈那时候 她觉得说 花东这个是很遥远 她说 你除了花莲不要去 你任何地方都可以 那我也常常用我 从以前就一直想要到慈祭去上班 到后来 因为这样的因缘 我转到基隆去 然后接触到慈祭 后来你看 现在又回到慈祭医院了 所以你看 那个缘分是一个缘 还是相对的 你有怎样 还是会造成你这心念这样走 所以在民国86年 我在基隆长庚医院 担任急诊室社工 担任医务社工 基隆是一个老人 雇小孩 扰人居多的一个社区 所以那边的问题也会相多 就是像我刚刚所讲 贫穷的问题相对多 所以我们所需要协助的个案 也就非常多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 我认识了我们基隆区的 黄秀燕师姐 也就是在上一出的 搜寻者那个主角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 认识了她 也两个合作得非常愉快 我只好遇到个案我就立刻告诉她 她有什么个案 我就会跟我讲 我们两个会彼此去讨论这样子 感恩有这样的一个姻缘 认识修燕师姐 那其实修燕师姐就是很忙 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是只有讨论个案 也不会彼此去谈一些 你现在怎么样 我现在很少会去谈这么多 只有讨论说 这个个案再来要怎么做 有什么资源可以进来 选助处理她 那修燕师姐来的时候呢 她也会就是带一些词记的月刊 什么等等给我看 所以自己就是这样子 看着看着感动感动 就开始做词记的幕后 然后开始去培训她 那影片上面我有写到说 87年自己就是台湾也成立 家庭暴力房制法 那所以自己也深刻感受到说 对我们家以前就是家庭暴力 我妈妈以前就是没有人进来 进来协助她 那所以知道家庭暴力房制法 然后加上常常看词记的一些书刊 也知道说词记讲的说 孝顺就是父母在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欢喜付出 孝顺要及时 行善要及时 这个大家都会念 我也会念 我也很会讲 尤其是在急诊室的个案进来的时候 我很会跟他讲 讲得头头是道 但我真的有做到吗 没有 没有 我对我爸爸的那个怨怼 还是依然在 还是依然在 但觉得那种内心很冲突 很冲突这样子 那有做到行善 没做到孝顺 这个是事实 所以还是很感恩真是玉队好老公 玉队好老公 明君总是默默的 他不多言 他就是都点点这样子 那就像刚刚影片所讲的 每次回到家 他就说 我就是要回台北的时候 就匆匆忙忙说 不然你去看一下老爸 或是等等之类的 几乎好像都是搭他提的 那我也知道说 好啊 那就去看一下这样子 所以穿着 他这样的旁边陪伴 那几次下来 就是这样子看爸爸 然后后来也带着爸爸出去玩 让爸爸有这种 带着自己的孙子 孙女这样出去玩 那我爸爸有这个 含义怒孙的一个快乐情景 好后来呢 我也常常在跟我的个案讲 有些时候你忍得 老天是公平的 老天是公平的 那你现在不好照顾你身体 老天有一天也一定会找上你 这样子 所以过去我爸爸就是这样子 他常会讲说什么 就是那种持续不断的喝酒 跟持续不断的抽烟 那台语我已经忘记怎么讲了 所以后来爸爸就这样子 身上多处的癌症 那但他我想 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男人 他有这些病痛 他也很少跟我们讲 他也不讲 他就自己 我更赞叹我的姐姐 我爸爸养我姐姐没有几年 那但是后来是姐姐 帮爸爸买了个小套房 让他刚开始帮他租房子 后来帮他买了小套房 让他住 所以我更参叹我姐姐的这个慈悲 那一种 我姐姐真的是很不记恨 不像我这心胸是比较狭窄的 所以姐姐那时候更 就这样帮爸爸住了个房子 然后让爸爸住在那边 那因为爸爸几乎每天都会下来 管理员都会看到爸爸下来 可是因为管理员有一天 差不多三到五天吧 他打电话给我姐姐说 林小姐我好久没看到你爸爸下来了 我没上去才看到爸爸是 整个尿啦 大便啦 全部都撒在地上 自己躺在地上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来 那送到医院来的时候 其实他这也是多处转移的 多处转移的 我印象中 姐姐毕竟他不是医疗单位的 他对于这一块 他是相当非常的一个不知所措 那我在医院 我很清楚说 这样的一个走向 就是顺者自然 就是该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不要太积极 我很明确跟我姐姐说 不用太积极 就是做到这样该做就好了 还好姐姐是非常支持我的想法 我们两个姐妹就是 在面对如何照顾家人情况之下 永远都是搭配的非常好 她也不会觉得说 我不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怎么做 我们两个讨论 然后姐姐就说 好吧 那我们就是 医生怎么讲 我们怎么配合 这样子 那就因为爸爸的癌症 已经转移到脑部了 所以但是没有想到说 我们两个姐妹已经想好 就是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给她缓和的治疗 到此为止 就没想到那天 我爸爸竟然开口说 他想开到 这时候这个当事人说要开到 我们做家属的能说不吗 又是对于我们是一个很煎熬 我印象中 我当时是想了一下 我就跟我姐说 好了 算了 老爸说要开 我们就开 开下去一定会面临 就是长期照顾的问题了 所以我印象中 我就下来 然后就让爸爸填了一个 一个就是不再做积极的抢救 就是所谓的DNR 那还有我甚至让他填了器官捐赠 因为边境我在医院是做器官捐赠的 那也因为那一天我下来 我们才有很难得的这个妇女的合照 妇女的合照这样子 那我只记得说 让爸爸填器官捐赠 他一下 阿萨迪就立刻填了 在填DNR的时候 他有点顿得了一下 他对他生命还没有放弃 是我这边想说先做最不好的一个打算这样子 在填那个DNR的时候 他就说 现在一定要下 我说对对对 赶快写 所以我没有带任何情感叫他赶快写这样子 所以他写了之后 我想就 预计就是隔天要进开刀房 我就又回到台北上班 回到台北上班隔天 听说就是连刀都没进去 我爸爸就心跳停止的走了 那就这样走了 所以我自己在做这PPT时候 刚好就看到有这句禁思语 就是人最大的教养 还是原谅父母的不完美 我也希望说这句话 如果说网络上的朋友看到 尽管现在家庭事关系是很冲突的 我想这句话我们都是放在信上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没有一个人的 没有一个父母也都是完美的 我想大家会在一起都是有因缘 有因缘在 还是去原谅这个不完美的一个父母 所以这就是我所讲的因缘 因缘的秘密 前世有交集 今生才会联系 前世擦了肩 今生才会面对面 就算现阶段我看到在场的大家 还有在线上聆听的大家 我想我们前世都是有一定的一个法源在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这个次级的场合 把大家碰到面 小时候这么辛苦 我想这个苦难事化的庄的一个祝福 那我在学社工的过程当中 老师就跟我们讲说 每一个助人者都有一个背后的故事 真的我的背后就是这些故事这样子 那成长中的这些事情 都是指向我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养分 都是一个化了妆的祝福 是经过这么多年 我才更生的一个体课 为什么我会有这些体课呢 还有就是我想 在此期我们非常强调感恩 凡事是感恩感谢感恩 所以因为过去我接受太多太多人的帮忙了 有师长有我的亲友的一些帮忙 没有钱缴房租 姑姑帮忙帮忙缴房租 没有钱缴学费 是谁帮我缴学费 在学校我印象中以前 我们都会订那个牛奶 老师就会偷偷的塞牛奶给我喝 这样子 因为我不可能再去订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我过去的一个 真的是接受太多人的一个帮忙了 我想生命的意义是在于付出 不在于给予 所以我想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不断的就是想要做一个助人 这样子 我也希望说自己是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不要成功 我想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希望就是可以踏踏实实的帮助一个人 这样子 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念 很难想象 我过去再会这么辛苦的一个我 竟然在连续两年 我可以抽奖 中大奖 中什么大奖呢 我中的就是当时 因为那些照片全部都是在娘家 我没有 我真的从手机上面去把它抓入我的这些照片 我在民国两千年 喝统一组安咖啡 就中了法国巴黎 一人中奖 两人成型 我就那天 那时候是还没有结婚 所以就带着姐姐 那就两个快快乐乐的去巴黎游玩了 那后来呢 隔了一年 吃泡面 又中了日本 所以在那一张我们有看到 又中了日本 所以就是这样子 一直中奖出国这样子 好 那我就说嘛 因为就是一心一意想要到慈禁 所以我在金融长庚做得非常好 那也获得长庚的两次的 很多次的一个优质人员 我已经忘了是怎么讲 优良人员的一个肯定 我当时还离开的时候 也是院部 也是 也是玩流了多次这样子 但因为自己答应上人 好 要回到慈禁医院 好 所以在慈禁 台北慈禁医院在那边一开业 我就立刻回来这边服务了 好 那其实到慈禁 慈禁医院的急诊室考验非常非常多 好 非常非常多 你看我在荧幕上面所写的 好 有没有 好 急诊病患拿到威胁 好 拿到要砍我们 好 当时 好 还有呢 个案跟我下跪求情 好 那就觉得这个案 我觉得怪怪的 立刻 立刻 觉得 个案跟我报了一些东西 我觉得有点怪 好 那所以我就赶快报警才发现 哇 原来这个案是一个通缉犯 好 所以在金融市 除了家暴性侵 通缉犯 枪械犯 好 还有攻击性的一些思觉失调都有可能 好 都可能遇到 好 还有呢 我会遇到 就是在金融市也会遇到一些 呃 家暴的个案 好 两个父母 两个 夫妻两个 一个是躁郁症 好 一个是口黄症的先生 坚持两个 因为通常我们在处理家暴案件 我们通常都是会分开谈杂子 就没想到那天是这对夫妻要 就就就坚持一定要跟我共谈杂子 所以在金融市 好 在金融市的一个考验非常非常多 那我很感恩啊 因为过去自己的家庭是这么多的一个考验 所以可以让我很从容的去 呃 不许不挽的去去处理这些个案 还有呢 你看这个是我协助协助这个酗酒的个案 好 拉着他 因为我知道说酗酒的一定是睡到中午 我就 我到医院的时候 我看到他确定他的医疗稳定 我就会带着他去我们见识对面的环保站做环保 这个个案呢 后来也成功戒酒了 这个案后来也成功戒酒了 那还有呢 昏暴的个案 好 昏暴的个案 真的还是 真的 现阶段 还是感恩就是过去 过去 自己这样子走过家暴 走过那种担心家庭的痛 所以我知道说 那种 这种个案 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要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呢 我到最后 其实啊 我常常接到个案给我的一些回馈 就是感恩我有给他一个温暖的感觉 我想这也都是因为过去的这些苦难 过去的这些生活成长经验 带给我 我知道这些个案 他们需要是什么 这样子 特别会放的这个白花油是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那个戒酒个案 后来呢 因为他也得到癌症 那做了期间没有办法讲话 我印象中他那天来医院复诊的时候 看到我 我这样自己刮痧 那他看到 知道我不舒服 早上来看门诊 下午递了一个白花油给我 我想这真的是很感动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要去需求个案对我做什么 但是他们这样一点点的刺啊 或是小东西 对我来讲都是相当相当的一个感动 好 同样的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 这也就是我从我自己 因为以前只要在解释 做什么事情 做特别的事情 我都会特别把它留下来 这样子 那 我在整理这PPT时候 找不到照片 就只能从这些来找资料 这样子 心事态度也是力量 我们的心 会带 心量大 就是力量也会相对大 这样子 这一张 因为在讲姻缘的秘密 所以我特别又放了这一张 老天的安排 姻缘的奥妙处 我家住关渡 我上班地方在新店 我每天都是搭捷运这样子 就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的 心血来潮 突然想要骑脚踏车 从新店骑脚踏车 回到 回到关渡 那就这么心血来潮 骑脚踏车的时候 就在路上遇到一个长者 长者 然后跌倒了 那也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护理社工的经验 就赶快帮他叫救护车 看着他上去了 那老天的安排 有他姻缘的站 我一直都是在急诊室当社工 我也一直是走急中症的社工 我一直想说 医院应该不会 不会 不会 我就是在这个专业领域 结果没有想到 109年 因为医院要评鉴 那 院长跟我谈了 谈了很多次 他需要借助我的专才 希望我能够上去转调 摊位 去做一个医院整合的一个情况 当时院长跟我说 最近你就上去帮忙 如果说 这个案该开会 这个案该什么什么之类 就请我去做一个整合 只要医院评鉴完后 你就可以再回到社服室了 院长都找了我好多次 他一心一意味慈悸 我身为一个慈悸委员 我能够说不吗 所以我就这样子 被院长谈了很多次之后 我说 好 那就帮忙 只要评鉴过后 我就可以回到社服室 但 有109年评鉴吗 没有 是因为一上去就遇到新冠 就COVID-19了 所以我就这样卡住 三年内都一直卡在 卡在我的那个出院准备小组 这那个时候 对我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煎熬 很大很大的痛苦 因为我本身是 护理我才做三年 那我本身是在社工 集中证社工 请我从一个集中证转到一个 慢性出院准备 对我来讲是 很辛苦 非常非常辛苦 也不是自己非常非常 愿意在的一个地方 所以真的 找到自己上场的事物 就可以让自己发光发热 我那时候是觉得说 自己在那个地方 一直是 就停摆在那边 一直在烦恼 然后 我想那时候也应该 应该是全院 应该只有我最期待 赶快评鉴 只要评鉴过后 我就可以回到社服室 做我的社工了 但因为我印象中 那时候我常常做得不顺 因为我就跑去找 赵院长 说院长可不可以 再帮我调回去等等之类的 那时候最辛苦 应该也是赵院长 常常接受我的这样子打扰 还有我们家师兄也是一样 我常常看到 他常看到我这样子 很无知 那就一直想要离开这样子 那也刚好在转到初辈的时候 我刚好考上台北大学的 犯罪学研究所 我本来是 因为毕竟自己是 是一个酒饮家庭出来的一个个案 一个人 所以我很希望说 我进入这个犯罪学研究所 我能够钻研在要毒饮这一块 去想说如何去改 去钻研 如何去做一个预防犯罪的一些事实 但因为在 我现在在初辈这一块 是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个案的 我只有看到扰人 我只有看到一些出院的一些困境 所以我就开始在想 那我该怎么样去完成我的硕士论文 那我印象中当时 这个条过 那就这样子 自己不断的去想说 我该怎么去想的时候 就突然意识到说 我在出院准备 我常常看到是一些失智患者 家属如何去照顾失智者 但是从来没有人去看到说 这个失智者 他如果去偷东西 他不自觉去偷东西 他如果去偷东西 他偷东西是事实 也是公诉罪 这个一定会是整个 就一直会侦办下去了 对一个失智者来讲 他应该会不记得 他当时是做了什么事情 对一个家属来讲 他要去陪这个失智者 去走这个行事诉讼历程 整个台湾的刑法 是感觉是 是让这个照顾者 更大的一个辛苦 陪伴的家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就刚好有 因为在出院准备小组 刚好有这样机缘 想到这样的议题 你看从一个要求 引到一个失智 这差距很大 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一个论文题目 叫做处法失智者刑事诉讼历程 结果我就把这个稿 投到法福基金会 法福基金会 他每年都抽一名两名的名额 全省全台湾 我就这样子获得 在110年获得 这个法福基金会的一个 的获奖名单 就是处法失智者 一个刑事诉讼历程 那后来呢 我的老师 又把我这篇论文 翻成英文报 投到北欧去 投到瑞典去 也获得 获得在瑞典那边的一个报告 这个是我的英文名字 那也这样子一个英文一个 口头报告 就把这个我所看到的 我所发现到的一个状况 跟国外的学者这样做报告 那这个其实 这都是我们台湾的 其实当下是好多 听老师讲 这全部都是国际上知名的犯罪学者 我记得我当时在报告的时候 学者 荷兰的学者 还有新加坡的学者 加拿大的学者 很赞叹我们这边的一个研究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只有去探讨说 失智者做原液治疗 失智者怎么照顾 失智者该用什么一个方式处理 从来没有人去看到我这个议题 从来都没有 所以我这篇论文在台湾 算是第一个 在国外他们也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 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思索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可以到北欧去发表这样子 感恩我的 我学术上的老师 那当然了 我想也更感恩我们赵院长的 当时把我转到 转到出院准备 否则没有这样的一个转子 我不可能做出这么 这么棒的一个英文 这么棒的一个论文研究 也不可能这篇论文 可以发表到国外去 所以因缘的秘密 真的就是 那天这番春上春上春树的一个话语 不好意思这字答错了 我想我们就是 有些时候不要太纠结于当下 我记得我当时在初备那三年 很痛苦 真的当下当下非常痛苦 当我现在再回头去去看的时候 我反倒是感恩没有经过过去那么痛苦 我想我的论文不可能这样的发表出去的 那人生啊 很多很多的一个经历 都会带给我不一样的一个成长 那只要是 每个事情都是一个过程 只要我们爬到上帝了 不同的过程 就不同的一个美这样子 好 最后就是跟大家讲 凡事就是用感恩心 看待因缘的秘密 这两张图画是我们家李明君 我们家师兄的拍照 我没有见过他 同友就把他拍下来 把他又上来了 但我想这个 雨过天晴 彩虹依然在 只要我们认清 认清这个因缘 欢喜的去接受他 一定会有美好的因缘存在的 当这个美好的因缘存在 我们再去回去看这些 就像我现阶段我在讲 我在出背那三年 我很痛苦 我做到很晚 我不知道我在忙什么 我很痛苦 毕竟这并不是我的专场 好 那可是当我在回溯想起来的时候 我却是感恩了 我很感恩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才有办法去写出那么好的一个论文 我才有办法把这个论文投到国外去 好那真的是当我们认清这个因缘的存在 好老天会帮你安排最适合你的时候 好那最适合的地方 好那你认清这样的因缘 好就可以后续你就可以心满意足的回顾自己 等于是自己活了两次了 好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的一个聆听